北京本来叫华德江宇七夏季 念你好好资源回收的工作 透过是在美化资源回收站 方便民众回收 提醒的回收站的形象 江宇七创布教推迟 上官補助3万块的情节 有15个命役 开始接受心情 塑膠 塑膠 江宇七一百零五年资源回收形象 改造補助瓦东开炮 欢迎江宇七学来立社区 也才是大楼 学校机关以及团体订单位 拿出申请 以及保住十五岁 包括七岁社区也才是大楼 以及八岁学校机关和团体 每一岁保住最寒是新代表3万块 这会期待6月30万元资修理申请 命令尤函记车班 为了要鼓励推动自由回收工作的单位 建置完善的回收设施 跟美化的环境 在嘉宇市政府环境保护局 今年度补助我们资源回收 在进行形象改造 预计补助15处 每处补助上线是3万元 那这些经费我们可以用在资源 由立行结合主管回收设施 加上美学以及环境美化造型 混合到学校庭 让小朋友扎金回收分裂改良 我们让孩子更生活化的一个资源回收 更艺术化 还有更趣味性的一个教育性质 让孩子懂得怎么样来做资源回收的一个 嘉宇市一百空四年主管回收率达到百分之四十千 不然是专国第三名 而且超越专国平均值百分之四十六点一半 主管回收工序需要全体民众 专业配合维心兴影幼稠造器 提供的一带幸福的环境 最近新闻 超频道 加吉七 彩虹 报道